要利用另外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我建议干脆用哪一个 用一个函数 叫test end test函数的话 当然你除了说自己打之外 如果你不想要自己打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按一下 这边前面不是这个 是在前面一点点 这边有个小小的箭头 也就是说你在公式里面 要加其他函数 你不想自己打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点其他函数 他一样会跳出什么 跳出这个你要插入函数 不过特别注意 不要用前面 因为有时候他会把前面的这个公式给盖掉 那如果你用这边 他会加在后面 这个按钮是加在后面 所以我们在文字里面 假设我找到一个叫test Test Test 他这边的话会有个说明 叫什么呢 一指定的数值格式 将数字转换文字 所以关键是数字转文字 那理论上这里面是八字是数字 可是呢 如果说你要补零 如果数字没有零开头的 所以一定要是文字 所以这个地方 可以用test 那里面的话 他把我们的值给他 后面有个叫format test 就是说你要格式化成什么样的样子 所以我们要补三个零 三码 也就是告诉他说 我要三个零 OK按确定 那我们试一下 把区码给他 区码 那现在是八字 可是我format 我要format成什么呢 你可以 如果你不知道格式 这边有个函数说明 里面有教你怎么样做格式 那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加个双一号 再加三个零 再加一个双一号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零 八 四就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以后 你将来要把某个数字 变成几位数的话 前面如果要补零的话 甚至以后你要产生一个编号 有没有 编号的规则也只有英文 有dash 有minus 或者是有什么编号 你也可以利用test 去做格式化 所以test其实还蛮好用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 把某个数字格式化成文字 前面补零 OK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零八字就出来了 其实如果你像他填满 就OK了 那另外就是说呢 他后面那个也是一样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Ctrl C Ctrl V 贴上 然后把这个改成 怎么呢 H4 OK打勾 结果 其实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啦 但是比起来的话呢 这个test应该会简单许多 有没有 格式化而已 所以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这个 这个地方 就是给它格式 所以特别说test是把数字转换为文字 数字转文字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函数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就是如果刚刚转相反 就是把文字再转回数字的话呢 知不知道这个函数 其实如果说你要把数字转文字是test 那把文字转数字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个的话 其实在我这边的话 我这边点击它这边好了 实际上 是不是在文字里面 对 在文字里面 最下面这个 有没有 value value是什么呢 将文字资料 转换为数字资料 有没有 所以 其实以后 如果 倒过来 你就要知道 这个会用到 因为有的时候 你给它的文字资料 那就会出错 你要先把它转换成数字 那有时候就正确了 OK 这个后面好像有个范例题 也会提到 OK 所以这边顺便提一下 value这个函数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很快的 可以把刚刚的这个 这种 rept加e1n 转换成test 感觉会简单许多 但是这个部分 虽然前面两种方法 其实还是算简单 可是 还是不够简单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工作最好 每次还在想一下 rept 如果用rept加e1n 想更久 用test稍微简单一点点 那你们